第521章 血腥领域 此时 血腥领域内的大猫 心神已经开始有些混乱了 无数凄厉的惨叫声 令他仿佛看到了死在自己剑下的一个个对手 他们都已经化为冤魂 扑向自己 试图向自己报复 大猫用力地挥舞着手中的重剑 一道道强烈的剑光向外迸发 试图将这些冤魂驱散 可是 越这样做 他越是感觉到有更多的冤魂正在向自己扑来 周围的血腥气息也变得越发浓郁了 砰 大猫骤然回身 手中重剑狠狠地斩中了一双血红色的利爪 他踉跄后退 巨大的力量伴随着浓郁无比的血腥气息向他的体内侵蚀而来 扑 五道爪痕出现在大猫背后 对方的利爪悍然抓破了他那狮虎金刚的防御 充满了腐蚀气息 且混合者浓烈的血腥味的风锐力量钻入大猫体内 疯狂地肆虐 令大猫闷哼了一声 他身体周国的狮虎金刚明显有些混乱 血腥领域最强悍的地方就是对精神 身体的双重削弱作用 而在这领程之中 全身已经化为血红色的血月君主 却是越发强大 血月君主舔了舔自己利爪的爪尖 声音充满了邪恶 甜美的鲜血的味道 我就喜欢你这种灼热的鲜血 融入我的领域之中 成为我的部分吧 这必然会让我的领域更加强大 这是你的荣幸 一道璀璨的剑光一闪而至 但迎上的是血色波涛 剑光展开了血色光芒 血月君主却已经是红飞鸣鸣 没了踪影 大猫的眼神变得越发凶悍了 他耳边的冤魂惨叫声也变得越来越刺耳 他的胸口剧烈地起伏着 眉宇之间充满了挣扎之色 似乎他的精神随时都要崩溃 就在这个时候 大猫双手握住重剑的剑柄 将重剑插入地面 紧握住剑柄 狮虎金刚由内而外进发 化为一层钢器护照 将他自己笼罩在其中 血月君主封锐的利爪狠狠地拍击在大猫背后的狮虎金刚护照之上 顿时令护照剧烈地摇晃起来 但在大猫以自身权力施展的 同时附带吞噬和排斥之力的狮虎金刚面前 对方这一下并没有得逞 而血月君主在这次拍击的同时 明显感觉到了那柄插入地面的重剑带来的巨大威胁 似乎对方瞬间就会反击 所以 在攻击之后 血月君主的身影迅速引入领域之中消失不见 但是 这次大猫的重剑并没有挥出 他依旧只是站在那里 强行让自己冷静下来 此时的大猫 正在脑海中不断地问自己一个问题 为什么 我为什么要杀戮 为什么要杀戮 他不断重复着同样的问题 用自己的声音来抵御外界那些 来自血腥领域的宽魂的呐喊 这些冤魂的呐喊 是直接出现在大猫的精神之海内的 而他在不断地责问自己的过程中 让自己的精神权都集中在自己提出的这个问题上 从而不去理会那些冤魂的凄厉咆哮 这就是战斗意志的体现了 经历了无数艰难困苦和战斗 大猫的心智是非常坚定的 若换个经验不足的存在 哪怕实力比他更强 现在也很可能已经迷失在血腥领域之中了 这种血腥领域的可怕之处就在于 即便你实力再强 若是心智不坚 那么也一样要中招 为什么要杀戮 为什么要杀戮 大猫不断地责问着自己 就像是替那些冤魂在询问一样 在这样的情况下 血腥领域对大猫精神的影响 就随之减弱 让他自身的狮虎金刚运转得越来越流畅 砰 砰 砰 一次次的攻击不断袭来 凶狠的攻击令狮虎金刚 不断迸发出白金色的光运 但大猫始终都站在那里 窥然不动 任由对方攻击自己 让狮虎金刚不断产生消耗 血月君主此时也有些诧异 这样的对手他还是第一次面对 在血腥领域内 虽然他是在持续攻击 但他的消耗其实很小 他知道若这样消磨下去 对方必死无疑 但是现在 对方居然稳稳地站在那里 看起来并没有受到领域太大的影响 这还是他第一次遇到这样的情况 一般来说 妖怪族的性格都相对凶悍 哪个没有点心理问题 血腥领域更是无孔不入 那是真正由无数冤魂汇聚而成的 每一滴鲜血都汇聚着原主的强大怨念 所以 当他还是按摩君主的时候 每次击杀目标时 都要尽可能地让对方陷入绝对的恐惧之中 因为死亡前越恐惧 死亡之后的怨气的会越大 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 血月君主所汇聚的血腥领域的威力也就越大 虽然这会让他自己有时候也陷入混乱 但是这在按摩君主一族之 终被称为真正的魔力 只有通过这样不断的魔力 才有真正入魔的可能 大猫虽然明显被领域所困 处于绝对的被动 但是还能始终保持冷静 并且让他感觉到成邪 这样的对手血月君主还是第一次遇到 但是血月君主也是不知道杀戮过多少次的存在了 他一点都不着急 他对自己的血腥领域有着十足的信心 不知道多少强者都是被血腥领域打败的 时间越长 血腥领域的作用也就越大 对方无论心智多么坚定 在那无数冤魂的咆哮之下 最终都会受到侵袭 不过 这种状态下的大猫 却让血月君主心中生出了几分钦佩和贪婪 他钦佩对方的心智坚定 而贪婪则在于 他这血腥领域 越是融入强者的鲜血就会越强 当血腥领域容纳了上万生灵的鲜血的时候 就会进入下一个层次 而这需要有作为主魂的冤魂存在 从而让领域更加稳定 镇压领域 使其不会轻易对施展领域者产生反噬 一旦进入得到上万生灵献祭的层次 那么 这个领域的威力将会暴增 那也是未来血月君主真正入魔的底蕴 大猫在他眼中已经是能够充当他这血腥领域主魂的存在了 为什么要杀戮 为什么要杀戮 大猫并不知道血月君主现在心中的念头 他还在不断地在自己心中重复着这一个问题 也在自己心中寻找着答案 砰 又一次的攻击来袭 这次狮虎金刚终于被破开了一个口子 五道爪痕再次出现在大猫背后 血红色的光芒疯狂地向他体内侵袭 这刻 剧烈的刺痛让大猫仿佛回到了自己第一次杀戮的时候 那是一场激烈的战斗 他的对手也很强大 而那时候的他还很小 手持重剑 不断地和对方战斗 那时候的他身上已经是伤痕累累 但他的眼神始终坚定 他必须赢 必须战胜对手 杀死对手 拿到那笔奖金 如果在赚不到钱 族里就没钱买拥有生命能量的天才地宝 就会有族人死去 为了族人 必须杀了对手 必须获得胜利 是的 我杀戮是为了守护我的族人 为了长老 为了每一位族人 为了小猫 为了整个狮虎族 作者 唐家三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